下一个部分是书正 这里引了古代书籍中出现这个成语的四个例子 有一个地方要留意的 就是破釜沉舟的成字 与我们现在的写法不同 没有错 我们现在标准写法就是括号里面的这一个字 有冒出头的这一个字 我们现在当作姓氏来使用 譬如说沈先生 沈小姐 然而我们不可以擅自更改古书里面的用字 于是在有冒出头的这一个成字后面 加上括号来表示 现代的标准字是括号里面的这一个成字 下个部分是用法说明 这一个部分可以说是各位同学的造句救星 这里提供了一些例句 让同学们借由例句来理解这个成语怎么样子使用 第一个例句 事已至此 只有破釜沉舟做最后一搏 破釜沉舟在这边当作动词来使用 它跟最后一搏一起配合 第二个例子 只要有破釜沉舟的决心 没有不能完成的事情 破釜沉舟这边用来修饰决心 有破釜沉舟的决心 第三个例子 我们已经下了破釜沉舟的决心 不完成任务 绝不停止 这里的破釜沉舟也用来修饰决心 下了破釜沉舟的决心 接着第四个例子 现在只有破釜沉舟的奋力一搏 才有机会扭转目前的局势了 破釜沉舟用来修饰奋力一搏 第五个例子 大家要有破釜沉舟的决心 才能战胜一切困难完成任务 这里的破釜沉舟也是用来修饰决心 第六个例子 处于劣势中的军队 只有破釜沉舟判死一战 才能死里逃生 这里的破釜沉舟当作动词来使用 跟第一个例子是相同的 只有破釜沉舟做最后一搏 只有破釜沉舟判死一战 从这些例子我们可以知道 破釜沉舟常常跟决心一起使用 有破釜沉舟的决心 或是下了破釜沉舟的决心这样子的用法 或者是当作动词来使用 或者是用来修饰奋力一搏 同学们也可以一样来造句 下一个部分是辨识 辨识的部分提供了与破釜沉舟 意思接近的词 譬如说 孤注一直 背水一战 背成借一 继合焚舟 还有反义词 譬如说 急流勇退 退避三舍 这里还做了破釜沉舟 还有背水一战的比较 这两个成语的意思非常的接近 他们都有决心一战的意思 他们不同的地方在于破釜沉舟 比较侧重 不回头 不罢休的决心 那背水一战是侧重 在绝境里面奋力一搏 如果你看不懂上面的说明 那你可以直接看以下的例子 我们已经下了破釜沉舟的决心 不完成任务 绝对不停止 这里我们不可以更换为背水一战 我们不能说已经下了背水一战的决心 下面这个句子 下场比赛已不能再输 希望大家齐心协力 做好背水一战的心理准备 这里我们不可以使用 做好破釜沉舟的心理准备 破釜沉舟会跟决心来搭配使用 而背水一战会跟准备来一起使用 你也可以用这样子的方式 来理解这两个成语的不同 最后一个是参考词语 这里列了沉舟破釜 让各位做参考 它的意思跟破釜沉舟是一样的 以上是成语点成语检索的部分 接着介绍第二个功能 异类检索 同学们读了论语的异者三有 损者三有 如果还想要知道更多有关朋友的成语 那就可以使用异类检索 我们只要打入 朋友 开始查询 就会出现与朋友相关的成语 譬如说 一见如故 八拜之交 文景之交 等等 成语点也可以像 重编过语词典简编本 一样使用符号来搜寻 这些相关的用法 你可以参阅这里的使用说明 使用说明里面的基本检索 就有介绍 如何使用符号来进行搜寻 比如说 到V的符号 比如说 钱的符号 还有景字号跟问号 如果你想要知道更多成语点的使用方式 你可以参照这里的使用说明 以上就是教育部成语点的使用介绍 同学们如果在使用上发现任何问题 欢迎留言讨论 要看